是用四周年的造型,各位有什么故障的建议可以给到我们之后前来合影的粉丝吗? 建议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蓝像旁边做一样非常有活力的造型 我就是希望到时候来看蓝像的粉丝别碰我头发,因为头发上了还要重新做造型,都好吗? 那请问各位五周年演唱会现在准备怎么样了,然后时间上的冲击吗? 其实个人的收入都是自己在准备,然后马上也是要开始三个人一段的集成了 那五周年舞台的话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?各位,可以先透露一下吗? 不能,谢谢 现在需要保密是吗? 是的 好,那今年的话我们TFBOYS组合还没有新歌,那之后会有计划推出吗? 对,有两首,不是有几首 两首歌就是,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对 那TFBOYS组合成团五周年,各位最想感谢的人是谁? 感谢的人都是非常多的,就是有不同的,但是最要感谢的就是自己的家人,还有所有身份的人,我觉得都需要粉丝 我觉得呢? 我觉得也是一样,就是感谢所有人的,然后不管是有音频的声音还是有赞取的声音,我觉得都是一份精力值得感谢,但是最感谢的还是一路陪伴的粉丝 谢谢 主持,家人,然后工作人员 那回顾过去的五年,各位觉得与五年前的自己相比,最大的改变是什么? 最大的改变就是各方面的改变,五年前的自己是最大的改变很小啊,我也不太记得 最大的改变,就不说是办行上的物业,就是内心心智的改变也比较大 应该是内心把考虑事情更成熟,然后承担压力的心中大一些 谢谢 我觉得五年,其实各个方面就是,就是现在在看出道的一三年一会儿,一张片视频还拿个下对比就完了 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,在这五年中,TFBOARD组合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常的成绩 但是,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心愿,可以在未来去实现呢?小谭 对,因为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事情需要去奋断 所以,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阶段,你能带清楚自己想要奋断的是什么 像到现阶段的话,可能就是会有重点,自己的舞台去奋断 最后想去实现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这样,就是,肯定是很多事情没做,因为还是这么年轻 难看,之后可能会有短期的目标,那我只要有目标这次朝人的目标去浮现的目标 其实,我没有太明确的想要去做的事情,因为现在就一步步一步 那我们今天的群包环节就到这里了,谢谢大家 我们感谢一下我们的,好,感谢大家,我们放出休息 好,谢谢大家